明天怎么来 应该要怎么消毒 第一次病床当中 咱知道病床的来源 整天没出这三方面 这里是饮食机枯啊 不掉 咱记得说无卫生 咱去这个病床 这是要找医生 医生可以帮忙 第二次就是 完全这一组 来找医生 这些五十国书 丢到人民称 这类的 有话里面 有话里面在说的飞灵 这个人说 完鬼复兴 这件事 这件事 我在中国 在外国 听听 会遇到 有很多的 有很多 我来找我 我刚才要怎么 让这个 完鬼 地心 这就要 调解 我刚才这一组 让医生看 吃一点油 也只是一点油 也只是一点油 这个帮助 而已 我听不懂 以后 最要紧的就是 要 上京 拜 禅 来 调解 真像 人方禅 自比 三位水禅 这类 都是 最有 调解 他 如果是 接受 用接受 调解 他就会 去 你的 兵 就好 第三种 叫做 业 中兵 不是 完基 对头 是 你 自己 做的 这个 最业 太多 业 不 这个兵 就是麻烦 他 要不可以 业 调解 也 调解 不好 有教人 来 参会 普贤 菩萨 是 台湾 王 来面 讲的 参都 业中 对 都会参 对 心 地 来参 断 哦 修 先 改 一个 做 主心 会赢 这边 就有 专吉 专业 为 为安 后面这两种病 修仙都非常有效果 尤其这一个人 真是悔悼 知道自己 他心动力 所作所为错误 切得改革主心 不然说是入中病 没了消毒了 就是我们家序主 也没过来来势力的麻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